大家好,感谢大家对光源宝贝的支持 今天呢,由我来为大家做一个手工贴画 这个贴画呢,是一个白雪公主的 我们先把它打开 这有好几个贴纸 这上面呢,有续号 每个颜色代表一个续号 黄色呢,就是2,代表的是2 绿色呢,代表的就是4 我们只要按着这个颜色去搭配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就来贴一下这个白雪公主的铁画吧 嗯,看看我们先贴几呢 先贴2吧,2是最多的,它是黄色的 把它贴在上面 要对准方框 这个小绽放性不太好贴 这就是要认真 这个呢,可以锻炼孩子的动手和动脑的能力 让他们去思考 让他们去动手 去做一做 平时呢,家长也可以给孩子多买一些这样的贴画 让他们自己去动手贴一下 让他们自己去动手贴一下 贴的,要贴的不太好了 小朋友贴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哦 平时呢,孩子一定要做一些这样的手工 在幼儿园的时候,平时做很多这样的手工 这样就能开发孩子的智力 促进大脑的发育,是不是 让他们去动脑 而且这个白雪公主呢 应该孩子们都听过这样的故事 白雪公主的故事 有很多孩子也喜欢看白雪公主的动画片 好大呀 白雪公主穿了一个黄色的裙子 这个裙子 这个裙子好大呀 需要费很长的时间去给他装扮 我们贴就等于给白雪公主装扮了 好大呀 打扮一下 这个贴子 嗯,就贴了两个一下 还有一款的,我们再用下一个 我们再用下一个 這是一個泡沫的紙 真的好多呀 貼出來是不是很漂亮 這個呢以前都是我和我家寶貝一起貼 那樣兩個人貼就很快了 現在只有我一個人所以貼的很慢 沒關係 我一位 你選擇 好 是不是貼很爛呢 这黄色太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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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